在国际拼联杰克公开赛南丹半决赛中,国拼22岁的小将郑裴峰,以4比1击败了国拼击来的头号克星皮切福特,强势晋级决赛, 皮切福特刚刚在保加利亚公开赛上击败了马龙,又在这次捷克公开赛淘汰了张玉东,然而这次面对郑裴峰,皮切福特终于难以招架,被打疯了的郑裴峰送回了家。 这次捷克公开赛,很多人并不看好国拼的夺挂前景,因为樊振东、林高远等助力要参加押运会,而原本报名的马龙和许新却一个遭遇禁赛一个退赛,国拼南对只有张玉东和郑裴峰杀入了正赛, 而张玉东在八分之一决赛三比一领先的情况下,遭到了皮切福特四比三的逆转,郑裴峰成为了国拼的独苗,好在郑裴峰足够争气,一路杀入四强。 半决赛面对四比一淘汰了奥卡洛夫的皮切福特,郑裴峰几乎没给对手任何机会,以四比一淘汰了皮切福特杀入决赛,从此格赛开始算起的话,郑裴峰已经取得了八连胜,完全有一黑到底夺冠的可能。 他在决赛的对手是葡萄牙选手弗雷塔斯,后者在半决赛四比三击败了张本志和,皮切福特曾经在几次与马龙和樊振东的交手中都给两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在保加利亚公开赛南单首轮比赛中,皮切福特更是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四比三击败了马龙,如今皮切福特的状态正火热,连续击败马龙。 奥卡洛夫两大高手,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不过,面对打疯了的郑裴峰,皮切福特也没有任何机会,今年22岁的郑裴峰也表现出,已成为我拼接班人的前置。 他与樊振东、林高远、梁静昆年纪差不多,完全有希望结过马龙、张继科、徐欣手中的大棋。 这次杰克公开赛,让球迷们彻底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郑裴峰,打疯了的他甚至比马龙还要猛,能打的皮切福特毫无还手之力。 加以十日,郑裴峰必然将有所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